作詞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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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肯說話 時間彷彿停止轉動 我不敢看你 怕你真的說出奔傷 你不曾開口 答案缺陷在年少 我不敢抬頭 怕你真的說走就走 回頭一次 心痛一次 悲傷的容顏結冰的不滅 不要問我會不會流淚 只要問天會不會下雨 回頭一次 心痛一次 無言的凝視深情的終結 不要問我會不會停 失去了你 天不會再起 回頭一次 心痛一次 悲傷的容顏結冰的不滅 不要問我會不會流淚 只要問天會不會下雨 回頭一次 心痛一次 無言的凝視深情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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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言的凝視深 我就說嘛 你自己也一定有感覺 對不對 你打算怎麼辦 不要在那邊一頭熱了 什麼意思啊 我沒這個心情 如果你有那個心情的時候呢 千萬两碎結冰已經是不斷 誰是不斷懈覆的 你還是對你們弄到那裡 再頂ια lord 頭來會讓静 mit 睿來ENT 你們想起 喜歡 你吆揄 我就 doubt 我咆哆 我 m 小姐 所以 還不 Dim 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就是秀源跟叶洪昌的女兒 叶小姐 你好 我是骨科的民主人 你好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我 我的手都沒有力氣 怎麼辦 會不會變殘廢 別急 陳醫師已經替你安排了復健的時間 而且從今天開始游泳 但是在復健的時候不能怕疼你 也不要太勉強自己 有空我會到復健客去看你 謝謝 不要客氣 你媽呢 她剛走耶 有事嗎 沒事 沒事 對了 躺在床上的時候 手也可以這樣動 對你會有幫助的 我知道 你們好休息啊 謝謝 真好 連處人都來看你呢 來 沒事 再見 快點 快點 來 不言來 不用了 你走開 我自己來 你走開 我自己來 行不行啊 別逞強啦 你 minimal來來0 你看你 小心,我幫你 你不要幫我,走快,跪了一點 憲哥,對不起 我兒子他脾氣不好,說話就是這麼臭 怪他 沒關係 走開 你看你 你怎麼了,要不要緊 要不要緊,不要離開,走開一點 你看 對不起,他這啤酒我也沒辦法 沒關係,沒關係 對不起 進來 趙先生,你好 你好 志明呢 他去附件中心做附件了 附件 手附附件 你再跟蹤一下等他 好 哇,很兩點時代 高先生 你平常都不是下班後才來的嗎 怎麼今天 今天是不是只離過生日啊 不是 禮貌 禮貌 這是你說的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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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腿抬一抬 抬起來,抬起來,抬起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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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來,來,再來一次 抬,抬,抬,再來,再來 再來 還是你累了吧 要不要休息一下 好,渴了吧 喝一杯水好不好 好 來,來,哎呀,不要囉唆,你不要管我行行 谢谢 不好意思 医生说过 你一定要有恒心专心地做好腹肌 你这只脚才会有希望好起来 我只是要一只脚 我就算好有什么用的 你这只脚好了 另外一只脚就可以装一只了 这样不要装一只 马上别孩子气了 我知道 到现在你还是不能接受 这次车祸所造成的伤害 可是 可是这已经是不能改变你事实了 是 这是事实 事实告诉我 我已经是残废了 你一定要告诉我 要我接受就是这个是不是 马上 不管你是不是残废 不管你将来会变成什么 什么样子 你永远都在我心目中 是最棒最好的好儿子 我们本来就很棒 我从小到大 有让你失望过 有让你丢脸过吗 没有 我一直都是考第一的 我一直是把龙女带回家的 如果不是这场车祸 我已经是全美 身价最高的华裔室内设计师了 如果不是这个意外 你一定在美国想服了你 你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努力跟你的相信 也许是我没有到美国的命 可是我想到 我还是会以儿子为了 因为以后我还是可以靠儿子想服 你 马上 好好地做福建 你将来还是可以成为全中华民国最棒最好的实力生计师啊 你不要再安慰我 你不要再讲那些虚无缥缈了 你不要再把我当小孩好不好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我是个废物啊 我废物啊我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快 先生啊你小声一点好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些都是家务事回家再说嘛 你知道是家务事你擦什么嘴啊你 哎哎先生 这里是公共场所 这里是医院呢 您阁下的生意已经骚扰到别人了 对不起啊 你跟他道歉什么啊 你鸡婆 本来就是我们不对嘛 鸡婆 好 那我就再鸡婆一点 这位先生在你身边跟你好言相劝了半天 也是为你好啊 你又何必 那你来告诉我 你把我当白痴啊 你偷听人家讲话你不道德 你知不知道点 笑死人啊我需要偷听吗 你的声音已经不需要麦克风了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你在吼什么 都可以看到你对你父亲的态度 你应该感觉到惭愧才是啊 你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啊 考第一名考给别人看的 理想报复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有 痛苦无奈不是只降临在你一个人身上 谁都不希望意外发生在自己身上 可是既然发生了你就只有去面对他呀 逃避愤怒只会使你的家人更难过 你要知道 当意外发生以后 痛苦都不止你一个 莫名其妙 快上 快上 痛苦无奈不是只降临在你一个人身上 谁都不希望意外发生在自己身上 可是既然发生了你就只有去面对他呀 逃避愤怒只会使你的家人更难过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当意外发生以后 痛苦都不止你一个 莫名其妙 快上 快上 快便除了 快 快上 快上 快下 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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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良心說 這幾個月下來 你的成績並不佳 我知道 你不願意到醫院來 你爸爸也不願意到醫院來 他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兒子 這個樣子 也不願意看到你是病痛 其實他承受得比你還要多 你知道嗎 他最盼望的 是希望有一天 看到自己相依為命的兒子 能夠再站起來 不要糟蹋自己 美國雖然好 可是像你這樣的青年才俊 我們國家也需要你 好好加油 回家 我回家 是個青年才俊 我只要住了一天 我就永遠了這個 別人救我 別急騙子 所以我靠你這裡努力 才能夠離開這個人 才能夠帶出自己眼中的努力 走啊 走啊 走走 走 謝謝啊 對不起啊 但是我問你 真是一樣的 一樣的白一樣的 真是神經病 發生什麼事啊 我剛在復健中心碰到一個莫名其妙的人 人模人樣的 可是不知道腦袋在想些什麼耶 這麼大個人了 做個復健都還要別人哄著他才肯做 尤其我最看不慣他對他父親那個態度 你不是說那個只有一條腿 他老爸瘦瘦小小那個人 對對對你也知道他 所有在復健是兢兢兢兢兢的人 哪個不知道他 不要說你連我都看不慣他耶 反正全世界都欠他似的 不要氣了 你看 誰來看你了 高先生今天怎麼有空啊 今天公司剛好沒事 所以 所以出來摸魚看女朋友了 什麼男朋友女朋友的 我跟高先生是好朋友 而且我跟他太太跟他女兒都很熟的呢 是前妻 高先生和太太已經離婚了 不是嗎 難怪你跟芳露兩個一見如同臭味相同 竟是喜歡吳宗生唷 我扯一通 高先生對不起啊 沒有 沒有 我來幫你 不不不不 不太好吧 沒關係我知道輕鬆的 是 我是說 看上面的蓋子就可以了 你不說我不覺得他真的很像芳露 樂觀開朗一點都不像會刺殺的 一個人的情緒是很難說的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我自己的臉是那個樣子 說不定我也會想不開啊 開玩笑的啦 最近怎麼都沒看到你在雅婷來 月考快到了 飛揚 飛揚每天會接他放學 替他問習功課 所以我也沒什麼機會帶他來 你了解 波姆還在臺北 是啊 帶難得來一次臺北 我也希望他多住幾天 他如果回高雄的話 也是一個人 你不怕穿幫啊 飛揚更怕穿幫 你不怕穿幫啊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 你太太 為什麼突然又想回到這個家 而且表現得這麼好 也許是那個男的把他拋棄了 想回來酥罪 恭喜你們迫近重圓啊 話說得太糟了 怎麼說 你應該了解 你也夫妻百日恩啊 你們夫妻這麼多年的感情一直是風平浪靜的 這一次他的出軌是不是也代表了什麼 你想說一些什麼 他的出軌固然不對 是不是你給了他這一次出軌的念頭跟機會呢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也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啊 事情發生了 人往往都把責任推給別人 把過錯讓別人去承擔 而人永遠是人 他永遠需要別人的關心與注意 尤其夫妻也是一樣 你不要以為結了婚就萬事OK了 其實夫妻相處才是最不容易的 你怎麼懂得這麼多 看書啊 我平常就喜歡看看書寫些東西什麼的 當然 張沛中也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教訓 她是第一個追我的人 我也就認定了她 七年的相處 縱然有不愉快 也都是我讓著她 有時候覺得她好霸道好不講理啊 可是又會有另外一個聲音替她說話 她是太保護我太愛我了 諸如此種的事情 事情有今天的結果 我並不怪她 我也應該要負一部分的作用 因為從一開始 我就太讓她 太寵她 太容忍她 當然我說這個話 並不是說我不該容忍 而是一開始的退讓 到不願意溝通 最後到沒法溝通 這就是我容忍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溝通比容忍重要 溝通溝通 只要通了 就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佩服佩服 一點點自我感受 希望你不要見笑 哪裡 沒想到你有這麼深的體會 畢竟這七年不是白過的 所以說了 保有一段婚姻 挽回一個家庭 你太太已經在做了 就看你願不願加入了 希望你別讓雅婷覺得遺憾 我在十歲的時候 我父親車禍過世 我那時候還小 從來也不覺得 失去父親以後的日子 有什麼不同 可是看著我媽媽呆滯的眼神 我好害怕 一直 一直到我遇到了張沛中 他的霸道 他的言行 讓我想起了父親 好熟悉的一種影像 可是 可是我卻一點也不了解他 對不起啊 說著說著又收到他了 我想他在你心裡 暫時是回不去 其實我想說的是 再給你太太一次機會 也給你自己一次機會 這樣子 對雅婷才是比較好的 如果他傷害了你 而你又對他已經死心的情況之下 換著是你 你會給他機會嗎 對不起 對不起 來的不是時候 不過我什麼都沒看到 什麼都沒看到耶 你來的正 葉老師交給你照顧 我回公司去 好,那我今晚就不來了 不來?不來怎麼行呢?不來有習慣嗎? 好,我走了 拜拜,謝謝 你幹嘛這樣傷心人家? 爸,心疼啊 被按摩過的時候一定恢復得很快 因為有愛的力量 我幫你按摩 神經病 來,幫你按摩 你覺得他怎麼樣嗎? 誰呀? 他呀 哦,他 不錯啊 這個外表瀟灑帥氣 內心呢,善良 而且有情有義 又有很好的事業 表示經濟不成問題 不過離過婚 不過也沒什麼了不起嘛 你,這不是什麼缺點啊 他好像在你眼裡沒什麼缺點啊 至少目前還沒有 你很喜歡他吧 你這喜歡的事 你別撐到我身上好不好 你吃 媽,今天回來挺早的啦 爸爸,吃飯 我們以為你不回來 所以先吃了 沒關係,你們先吃 我上來把西裝脫了 要不要我幫你啊 不用,我自己來 快點吧 快點啦 快點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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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羊都幫妳裝好了 今天下午打電話到公司找妳不在 有事嗎 也沒什麼 就今天下午在跟媽商量 說今天寒假帶媽跟雅婷全家出去走走 這也不是什麼緊急的事 這麼急著找我來吧 爸爸 我們去日本看雪好不好 日本太冷了 奶奶有關節炎 到新加坡好了 妳看怎麼樣 都可以啊 妳們決定就好 爸爸 妳今天有沒有去看葉老師啊 有啊 下午去的 我下午打電話給妳不在妳就去看她了 太殷勤了吧 她在妳心目中 真的這麼重要啊 妳非每天去看她不可嗎 飛啊 別生氣 有話慢慢說嘛 不管怎麼樣 葉老師救過雅婷的命啊 奶奶 爸爸說葉老師好偉大喔 什麼捨擠救人 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 你聽你爸爸提她表功 那完全是她不負責任的下場 妳夠了沒有 為什麼別人的好心意舉到妳的嘴裡都變成了 葉老師的表現 我會一輩子都感激了 感激就必須天天到夜去看她 媽媽 妳 媽媽 媽媽 別怕 沒事 只是妳爸爸 說了妳也不懂 媽媽 妳為什麼不喜歡葉老師啊 我明明不喜歡她 只是因為她對妳疏忽 所以我才生氣啊 其實葉老師對我很好啊 妳是媽媽的女兒 妳怎麼也幫她說話呢 這份 葉老師跟我們非親非故 這麼照顧雅婷 我們是應該好好謝謝人家才對 就是啊 經過了這件事啊 葉老師所受的傷害 不是用金錢可以彌補的 我只是盡我的能力在照顧她 幫助她 難道這也錯了嗎 妳沒有錯啊 像葉老師這麼勇敢機制的救了雅婷 是很偉大 可是這麼多日子妳們也沒有人再提起 我還以為葉老師已經康復出戀了呢 我是一直沒有時間跟妳聊 至於雅婷 可能也是因為內疚或是自責的關係吧 她也一直不希望人家提這件事 飛揚她 我一直很佩服她這種顛倒慈悲的能力 真是搞不懂 她真的在吃醋啊 不過我可要提醒妳啊 這個關心照顧可要有一定的限度 千萬不要因為這件事啊 影響到妳們夫妻之間的感情才好 改天啊我也應該到醫院去看看葉老師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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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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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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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